在这边先来给大家念几组数据 友商的三摩键盘采用的是蓝牙5.0协议 电池电量4400mAh 官方宣称在不开灯的状态之下 能够工作88个小时 而开启省电模式续航能够变成3倍 而iQONIX A80采用的是蓝牙5.0协议 电池电量只有4000mAh 官方宣称在不开灯的状态之下 能够工作1000个小时 而这一次的iQONIX A80采用的是蓝牙5.1协议 电池电量还是只有4000mAh 官方宣称在不开灯的状态之下 能够工作3000个小时 这也就是说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 用这个键盘能够在不充电的状态之下 使用375天 也就是整整一年不需要充电 什么 什么 欢迎回来 这边是爱讲键盘故事的契机师托马斯 正如大家所见的 虫洞版OG80还有魅族联名版OG80 我都已经到手使用很长时间了 因为很多UP主都已经出过视频了 所以说重复的东西我这边就不再讲了 给大家简单带过一下就好 两个版本都是基于之前A80的改进款 采用了透明磨砂塑料外壳 键盘的右上角增加了一个小名牌 但是非常不耐脏容易留下指纹 左上角增加了一个2.4G接收器收纳舱 取下盖子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而且还不能反着盖 除了面朝电脑的一端 其他的地方跃缘非常的锋利 拿的时候要小心 键盘自重1134克 并且2.4G收纳舱 有轻微的碰撞就容易脱落 不建议外出携带使用 两个版本的键盘大件都使用的平衡感 表现非常的优异 甚至我的金粉轴板OG80的空格 都能够顶得当当响 非常的夸张 有的消费者反馈说 在收到键盘的时候 平衡感就已经有晃动甚至脱落的情况 大家在收到货的时候要注意及时的检查 那这两款键盘最吸引我的点 自然就是其十分夸张的续航能力了 根据官方宣传 在蓝牙模式之下 不开启背光灯 能够工作接近3000个小时 这已经是市面上某些键盘的10倍续航了 这已经大大降低了我对一个键盘的续航焦虑 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蓝牙4.0之后 蓝牙总共分成两种模式 一种是单模蓝牙 一种是双模蓝牙 看上去一模一样 实际上的使用场景都完全不同 双模蓝牙适合听歌 传文件 数据传输速度相对更快 但是它们的连接速度慢 传输数据量大 自然功耗也更高 延迟也比较大 而单模蓝牙则适合电子钥匙 防丢器 心率监测 计步器 水平仪等数据量比较小的环境 但是它们的特点就是秒连秒段功耗极低 理论传输距离能够超过百米 因此单模蓝牙又叫做低功耗蓝牙 它们搭配的电池往往都是扭扣电池 以苹果AirTag举例 它使用的是一个CR2032三幅版本的电池 总电量就225mAh 每隔几秒或者几分钟就能够广播数据 还能够使用超过一点之久 按照友商电池的秒数 电池每小时会消耗50mAh的电量 你总不希望你的AirTag一个上午就没电了吧 因此理论上蓝牙模式选择正确 就已经决定了续航的上线了 除了模式的选择 还有就是蓝牙芯片本身了 那我想大家应该或多或少有听到这样的观点 那手机信号越差 手机耗电也就越高 家里的WiFi信号不好 在路由器的APP里面点下更换信道 WiFi的状况就能够有所缓解 对于蓝牙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 蓝牙本身也是一种基于2.4G频段的 近距离通信技术 甚至一些网络的基础知识都非常相似 低功耗蓝牙芯片 如果选择的2.4G频段非常的糟糕 那自然对功耗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O780相对A80来说 升级了蓝牙的版本号 从5.0版本升级到了5.1 蓝牙5.1的主要升级点就是增加了0米级别的定位能力 那这主要是为了物联网而使用的 因此有人就觉得蓝牙5.1对功耗没有帮助 这句话对但也不全对 当蓝牙设备和他人连接之后 机器会查询一下对方到底支持什么样的蓝牙服务 而拥有蓝牙5.1的设备 拥有更大的缓存 在和设备连接之后就保留了对方的数据 重新连接之后就不再是需要重复获取 和设备的连接速度就更快也更省电 但是对于键盘这样的办公设备来说 网络情况比较稳定 因此蓝牙5.1的提升效果也就并不明显 蓝牙5.1优秀的芯片 单膜蓝牙以上这些东西呢 苹果AirTag也可以有 Iconics键盘理由上也可以有啊 那为啥旅场的键盘待机不能更长一点呢 那这其中就是一个通信策略的问题 对于AirTag这样的电量来说 任何操作所消耗的电量自然要是越少越好 因此AirTag的策略就是 绝大多数的时候只发信号不收信号 可以用极快的速度换行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深度水平 苹果设备只要知道AirTag存在即可 AirTag甚至也不需要在意信号发送的成功率 不收信号也就意味着 我没有必要解码别人的信息 自然而然就更加省电 除了减少无意义的操作 还可以减少数据的吞吐量 比如以下两段自我介绍 他们同样都可以达成目的 但是很明显对于一个蓝牙设备来说 前者就会更加省电 其实对于键盘来说也是如此 只要发送的数据量更少 电池的消耗自然也会更少 但其实这期做下来之后 我就感觉键盘的续航时间测试 还缺乏一个标准 越是想要认真的探究蓝牙的省电策略 就越能发现其中模棱两可的地方 比如说有商的键盘工作时的耗电量是50毫安每小时 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状态呢 我一分钟打100个字和一分钟打50个字的电量消耗肯定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所谓的实验室环境 在平时的办公环境当中 你的身边可能有十几个蓝牙耳机 蓝牙键盘 开着蓝牙的手机 如果单位的WiFi不好 使用的是2.4G网络 蓝牙信号就有可能会更加糟糕 我个人是希望厂商能够把其中的测试标准展示出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本期视频的质量大家满意不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留下你的一键三连 这里是七一支托马斯 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剑圈评论 让我们下期再见